有些人灰汗考试 有些人则是灰汗要抢买好康 就是暑假多媒体展在今天盛大登场 有民众一大早就到现场排队 就是为了要抽中平板电脑 这一次的多媒体展 许多业者是大打防水相机站 最便宜的只要五千块钱 另外还有业者推出防泼水手机壳 就是看着民众夏天爱玩水 准备抢工消费者荷包 我们的尘马就会轻轻地来喂吃饼 到底这两位会不会是我们的薪额呢 比基尼辣妹身材火辣 为民众吃芒果冰清凉消暑 有一位幸运民众一大早 就从内力坐火车到台北 目的就是为了抽中 市价六千元的平板电脑 我五点就搭火车 然后到八点到这边 然后就是在这边等了两个小时 很开心 可以胜利交代人们很开心 这次多媒体展 许多业者大打防水相机站 有业者针对儿童市场推出防水相机 五千元有找 还有运动摄影业者也来抢工市场 推出潜水摄影机 也只要一万两千九 除了相机外 由业者推出防泼水壳 就是看准消费者夏天挨玩水 一起抢时暑假商机 夏天大概是我们最大的旺季 大概会比平常多三成左右 多媒体展从五号到八号热闹登场 第一天就涌入许多人潮 许多民众就是看准业者 推出便宜优惠 省荷包捞便宜 又电TV陈女无心轮台北报导